你这个就是博洋九号呗 对 这是博洋九号 是刚摘的 对 这是刚摘的 其实我们第一茶瓜早已经结束了 你看所有有干了的叶子的地方 就是摘过瓜的地方 然后现在往上看的话 还有第二茶瓜 第一茶瓜一般有上三个左右 第二茶瓜还有一到两个 如果人种的好的话 第二茶瓜可能也能有两三个 我现在产量还没有那么高 这技术还没达到那么 产量高是个什么景象 产量高是一串儿瓜吗 首先人家秧子可能比我的更壮 是吧 然后这个瓜下边很多瓜 上面的瓜产量非常高 我们现在就是没有那么高产量 另外损耗比较大 你这边上全都是博洋九号 对 这个框主要就是博洋 这个瓜现在目前来讲 在国内也好 在这边也好 是最受欢迎的品种 黑旋风呢 黑旋风在后边 我们只种了一点点 这是试验性的 对 试验性的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掰开看一下 像这个博洋 这么大一个瓜 其实它是很脆很酥的 手一捏就开了 它是一个很酥的一个品种 入口即化 然后又很甜 你看这个仰是红的 非常漂亮 而且闻一闻很香很甜的 如果我们在外面一会儿 蜜蜂就来了 那是 都要吃它 这是确实是目前最受欢迎的一个品种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黑旋风打开 这个 这是黑旋风 对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黑旋风 黑旋风呢 它名如奇瓜 对吧 因为大家一听说黑旋风 就想到 李逵 对吧 对对对 李逵外面很粗广 但实际上它有它细腻的地方 对吧 而且它是一个很仗义 一个侠客的一个形象 这个黑旋风就是 你外表看上去像是一个冬瓜 好像很不好吃 但实际上它非常有那个 谁给起的名 黑旋风是我给起的名 Y种子说它有一个它的通用的名字 但是我希望给它打造一个 在加拿大的一个品牌 我为什么叫黑旋风呢 因为我希望它像一阵旋风一样 刮遍北美 哦 是这个 要所有人都接受 但是它不好推广的一个地方 就在于它这个长相 哦 对 所以这还需要时间让大家接受 对 我也以为它是冬瓜呢 对 所以把这个 它这个皮呢 就是比那个稍微厚一点点 所以最好是切一下 你看 你听这个声音还是很脆的 对 然后最关键它这个肉吧 它这个羊 它是一点都不面的 嗯 脆的 嗯 对 这个我 没办法把这个口感 还有它的香味传递给观众朋友 嗯 但是它这个 如果大家买到的话 嗯 大家品尝一下 这个上面这个果肉的部分 很丝滑 就是我感觉有点冰淇淋口感的感觉 嗯 然后它这个皮你看非常非常薄 嗯 很脆 我们都是连着皮吃 嗯 这是这两年最受欢迎的一款瓜 嗯 嗯 嗯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来品尝 这个没洗这个皮它会苦 嗯 必须洗 挺好吃的 你尝一口 我得 你吃这个 你拿那个 你拿那个 嗯 嗯 嗯 够好喝 嗯 哈哈 所有的这些瓜呢 上面是有一只腊质层的 必须得洗 不洗那个腊质层就会发苦 哦 嗯 嗯 嗯 我天天吃 我都吃胖了 就是都高糖的东西 糖糖糖高 因为我 你的番茄也是高糖 是啊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